高掛高溫上看30度 不少人熱得穿起短衣短褲 不過周六晚上又有封面報導 全台將轉為有雨為涼天氣 臺灣地區大致上會是在 中午過後 午後的降雨會在東半部地區 或是在西半部的山區 是比較明顯的 封面快閃帶來水氣 但雨勢不會太大 中央氣象局統計 截至四月底春季累積雨量 未達到氣候值的六成 四月月底來了這一波的降雨 才使得中部地區的雨比較多一點 極端氣候之下 有時候這種極端降雨 也產生分配 空間的分布不均的這種情況 前一個少雨年比較 大概是2002年 大概是20年以來 雨量最少的一年 而傳統定義的五月沒雨季 沒雨封面也遲遲 沒有消息 主要是太平洋高壓設立偏強 導致西南季風進入南海 時間較晚 強度也比較弱 所以西南季風跟封面的配合 也變得比較晚 代表真正下雨的梅雨季節 也跟著往後延 氣象預測第一道梅雨封面 五月初有機會 但真正的大雨可能還得再等等 下比較大的雨 尤其對中央部地區 還是需要南風上來 這個南風呢 就是所謂的夏季季風環流要上來 夏季季風環流上來的時間呢 我們如果從這個時序圖來看的話 大概是有些模式是做在 五月中可能就上來 有些可能是在六月初 典型的梅雨封面 通常需要三個條件 包括滯留的封面結構 通常環境上有較明顯的南北風對峙 才會有利於對流發展的垂直環境 南部水庫想解渴 恐怕得等到六月了 靜新聞 柳佩玲 黃宏傑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